儿臣当皇帝了 儿臣就不再获喜了 是怎么了 只有皇帝才不会犯错 永远不会 认为 要不想犯错 就只能当皇帝 小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父皇原本是让儿臣当皇帝的 父皇从小把儿臣当皇储养育着 父皇原本是最喜欢儿臣的 朕到今日 也是最喜欢你 不是 父皇不是 父皇骗了儿臣 小儿 小儿 你听 你听父皇跟你说 儿臣不听 儿臣永远也不想听 父皇从来都不喜欢儿臣 父皇是因为喜欢儿臣的亲娘才装出喜欢儿臣的样子 你只是越发地胡说了 儿臣没有胡说 儿臣看得出来 儿臣的亲娘刚死 父皇就把凤圣夫人接入宫中 生育黄黄 封圣夫人本为儿臣的乳鸟 可儿臣从未吃过封圣夫人一头难 小儿 小儿 后来 儿臣得知她和儿臣的母后长得很像 儿臣觉得她很亲 可 儿臣得知她和儿臣的母后长得很像 儿臣得知她和儿臣的喜爱 不许可 是 儿人 以后父亲在乃爹当皇帝的时候 儿臣很是欢喜 可父皇突然不让儿臣当皇帝了 儿臣就不再欢喜了 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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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你在哪啊 你在这里吗 夫人不该躲避游孝 游孝是不会伤害夫人的 永远不会 夫人 你出来吧 游孝想和你聊一聊 现如今已经没有人在打扰咱们了 就连父皇也不可能 游孝从小就把夫人当作自己的亲娘 可父皇不允许游孝接近夫人 父皇好狠的心呢 夫人原来在这儿